你就找到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第一个部分从云端硬碟下载那个资料程式码在这里 所以刚刚讲到的东西 假设你实在是有些已经忘得差不多的话 那你就看照这个图去做 更新资料其实这个主要是录制的 那关键地方就是录下来会有这个网址 等于true就网页 主要是利用creditable这个 我有事要把它精简 有些程式不用的话 我就把它精简成剩下这么短的程式 其他会加加上什么删除那个 因为下来东西好像会增加 好像会增加一列还增加两列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 然后删除第一栏 其他自动栏位自动调整 然后还有游标放回去 这个是上上礼拜讲到就是从网页更新 那从那个csv档的话就底下这个 关键的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上面是叫url 这个的话就是tst 也就是说呢 在网路上面的下载 的资料 其实你会发现他只是把这个 参数改一下 本来url改成抓txt就是文字档 然后呢 另外呢我给他的网址 等于true上面叫等于true的网页 等于csv呢 就是从网 这个云端上面下载一个文字档 那一样把它下载下来就ok了 所以刚刚更新部分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到云端上面去找一样 这个程式嘛 然后公有零售市场的那个范例 刚刚的程式在这里 台英外汇的话呢 我们也用到就是也是类似的方法 也是csv 另外会用到一个叫xmlhttp的物件 不过这个htt这个相对会比较复杂 我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那今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有关 这个Yahoo股市当行情表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地方第一个呢 你我是建议我们干脆直接开范例档好了 我好像有帮各位整理一个那个范例档 在范例档案里面 找到那个单元06 这边就有一个股市当日行情表的一个档案 你就把它打开来 那这里的话我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 水泥就是这个网址 食品就是这个 也是当日行情所有的 这个每一个这个网址 我都帮各位把它先复制贴到这边做一个表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最好是什么 可以一键按下去自动全部当日行情 所有的类股通通下载下来的话 或者是说呢一个类股呢就一个工作表 一个类股就一个工作表 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方便许多 也是要跑个回圈就OK啦 只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快 不然的话如果每天 你假如说只懂了图法链 你每天都要动作再抓一次 网路上复制贴 复制贴 那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刚刚讲的方法 我假设好我们也手动一下 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假设这个改成水泥好了 那如果从网路上捞资料 就从资料里面的从web 但是这个从web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抓这个网址 其实这个网址 点这边 拿这个当我们要抓取的那个网址 然后你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先试试看 先贴上 贴到那个从web这个网址 然后倒一下 像我刚刚一样 可是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他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 那这边有卡卡的 然后呢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他会帮我把里面的 只要是网页 就会帮你抓抓取下来 可是像这个雅虎的那个网页 他应该不断在改版 而且他做了蛮多的保护 所以之前还可以往下拉 可以找得到我要的东西 可是他应该在里面 有加了一些JavaScript 或者加了一些东西 让你根本连选都无法选 也就是说呢 今天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用什么资料从web 本来你想说 我那个本来应该有表格 然后我只要打勾 他就自动跟我放过来 可是问题是他有保护了 那怎么办 你就可能抓不到了 要不然抓得到 我看这边重新 里面可以做一些设定 可是还是挺麻烦的 像还蛮多的网页 都会做一些保护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建议各位 就可以利用另外一招 那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提供一个叫做 改用IE物件下载 那所谓的IE物件 意思就是说呢 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VBA去呼叫什么 呼叫IE软件 但呼叫的方法 不是用滑鼠去点开 是透过程式的方式 那我把什么 我把IE软件在我的什么 背后 在程式的背后执行 那我只要怎么样 在背后把IE软件打开 带并也告诉他说 帮我连到雅虎的股市 那他会在程式里面 就开起来之后呢 那开起来了嘛 那你可以显示 也可以不显示 那如果不显示的话 我可以要抓取 跟他讲说 我要抓那个浏览器里面的 什么位置的什么资料 我就把资料 通通都倒到那个 所谓的ECEL里面 这个可以改用IE物件来做 但是 跟各位讲一下 难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 之前那个IE 就是没有IE物件之前 大概会有几个问题 即便你可以下载 可是也是乱嘛 OK 或者是说 你根本连下载 没有办法下载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是这个方式 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怎么样 把IE物件叫进来的话 你恐怕要需要用到一个方法 在VBA里面提供一个方法 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意思是说 顾名思义 我要把什么IE 这个浏览器 当一个物件 帮我把它叫进来 也就是他帮你叫进来 放在记忆体里面 特别说后面名称就是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 Explorer 就是他的名称 电APPICATION 意思是说呢 我把它叫起来 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特别说是用VBA去叫 然后呢 他会产生一个物件名称叫SETIE 特别说 如果我要把什么叫进来的话 他的语法固定都是用SET 一个物件 这物件名称自己取一下 这个名称不一定要叫IE 你可以叫ABC也可以 其他名称 然后后面固定的名称就是 你要CREATE OBJECT 什么OBJECT呢 就叫做Internet Explorer 顾名思义 如果以后呢 同样的方法 你要呼叫什么 呼叫你 Windows里面的其他层次 包含什么WORD 而且我同意说 老师我可以从Excel里面呼叫WORD 然后再WORD 把WORD在背后 帮我处理完之后 丢到Excel给我东西呢 其实可以哦 那呼叫的方法就是CREATE OBJECT 后面就是什么 WORD APPLICATION 如果POWER POINT也可以 也可以哦 POWER POINT也可以 或者说Outlook Outlook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要Outlook帮我记信的话 你可以 可是Excel没办法记信 但Outlook可以啊 你可以什么 一样嘛 Set什么呢 Outlook 等于CREATE OUTlook.application 也可以哦 Outlook他也可以呢 在背后帮我叫起来 然后我就用Outlook帮我记信 你这样可不可以哦 所以哦 这边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 IE浏览器在背后执行 那当然执行起来 你需要做什么 一样道理嘛 就像你IE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我就把什么呢 网址给他 所以网址给他的话呢 你必须利用这个物件后面有个方法 叫Namigate Namigate 就是我要帮我 直接连到这个网址 也就是说 我要连到水泥类鼓 但是连过去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把这个网址 不过他后面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这个串接 就把这个网址 其实他最后传过去的话 应该是等于水泥就好了 其实就这个 C 有点像把这个放在这个浏览器上面 然后呢 因为这个串接嘛 所以最后应该是C等于水泥 Enter一下 理论上应该也会到那个 这个水泥类鼓 不过因为传递的关系 好 那假如说呢 我们进到这里面来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底下有一个叫等待5秒钟 为什么要等待 因为你浏览器打开都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可能会发生错误 有时候你可能 你的连线速度比较慢的话 那可能因为他来不及就被执行底下了 但是网页都还没有全部载入成功的话 那可能会发生失败 所以底下的话呢 就是让程式等一下 等几秒钟等5秒钟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其实有点跟那个之前的方法一样 在这个IE里面呢 去找到什么呢 他里面有个Document里面有一个叫getElement Element就是元件 by tag name Tag的话指的是html 网页的那个标签名称 叫做table table的话意思是说 我要抓哪一个表格 OK 那你想说老师后面为什么刮无事 指的就是说第几个table 那因为我找的话呢 他的table一定是从 第0个开始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第几个 我可以怎么 先按 F 可以怎么 先按F12 F12 F12的话你会发现哦 你按F12 在浏览器里面按F12 他会跳出 右边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的话指的就是我整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那个table在第几个 其实你可以按Ctrl加F Ctrl F指的是寻找 寻找这边 那你可以什么 打一个 take a name叫table T-A-B-L-E table的话呢 指的就是说呢 我的表格啦 那我怎么知道是第几个 你会发现哦 如果我输入什么 这个 小于table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网页里面 他会跟你讲说里面总共会有 1 就是目前找到的第一个表格 of 7 7的话呢 表示说这个网页里面总共会有7个表格 那我怎么知道呢 到底我要的那个表格在哪一个呢 其实我习惯是这样 用用一招吧 就是按这个 向下 这个他跳到第二个 第二个好像有点接近 第一个是上面这一个不是我们要的 第二个好像有点接近 可是特别注意哦 他这个表格 有可能是外面的大表格 并不是里面的那一个哦 所以哦 你可以在什么 再摄取一下 在这个再下一个 哎 这个是第三个 再下一个 哎 这个时候呢 就跳到第四个了 可是第五个我看 按一下第五个 哎 你会发现哦 其实哦 第四个其实也是他的外面那个表格 再按一下第五个 哎 其实我们要的是最里面 这边说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啦 就是你可以往里面搜寻 找到之后的话呢 这个其实第五个才是我要的 在第六个看一下 哎 第六个就跑到下面去了 第七个呢 哎就跑出去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网页啊 我们主要是要撈什么 撈第五个表格 第五个因为编号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要的啊 基本上呢 会是从 所以我要第几个的话 那刮虎里面就跟大家讲说啊 我要这一个网页啊 里面的table哦 那个标签名称是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呢 记得刮虎是从零开始嘛 零就第一个 1234 但是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一行的叙述啊 set 这个也是物件名称 也就是我要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表格 所以他把那个表格 帮我放在这里 然后在这个表格里面 我要怎么样 再把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那逐一逐一的把它抓住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第一个啊 先开启 干脆用翻例档来做好 这一题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股市单日行情表 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先试试看 我刚刚试一下那个 从web好像会失败 如果会失败的话 请各位 先试着 从那个云端 白板里面 的第四个单元 雅虎古市 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我刚刚是用这一段程式嘛 有没有 雅虎古市这一段 先试试看 那其实这一段 如果把它贴上去的话 我先让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我不要从web的话 我先执行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其实就是水泥 把水泥抓到这边来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他等 我这边改成3秒 因为等5秒 可能有点比较久 然后再 把里面的table抓下来之后 帮我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表格就被丢到这边来 但是他怎么做到的呢 我刚刚讲的 就是先开一个IE物件在背后 2的话 就是透过他的 tag 去抓到第5个表格 第5个表格里面 他去抓取我要的东西 那细节部分待会再看 主要是透过什么 里面的TR TD 有没有 上连号跟各位讲过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逐一逐一的 跑个回圈 自动帮我放过来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